嗨大家好,这一期呢是关于怎么学英语的续集 本来我是应该把这些网站放在评论里告诉大家怎么使用 但是呢,为了凑节目,我就给你们录一期好吗 两个网站,一个APP,它帮助了我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的这个网站呢 它是一个学英语免费的网站 而且呢,这个是和各个年龄段的 也是和基础的用户来学习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它会显示一些中文 因为我把我的网页安装了一个插件 它所有的英文网站它都会翻译成中文 但是我这样是不对的,我会把它取消 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呢,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广告 大家呢,忽视这些广告也不要乱点 它会告诉我们有超过了2500个音频一机 三天多个短篇故事和文章 它会告诉你每篇短文大概有多少个单词 我是从50个单词的文章开始的 首先我们看到它这会有几个大分类 第一,有除学者 下面呢,就是说对于中级学习者 还有对于高级学习者 你看这里面有什么句子的结构和写作练习啊 高级语法练习 这些呢,我都没有看到 我是看到了一对年轻夫妇的美国生活 我建议你呢,从最简单的开始 如果你觉得你能够掌握 那么你就继续往下走 最简单的呢,打开看一下啊 这有一个播放键 是播放音频的 第一遍大家可以盲听 看看能听懂多少 如果你觉得很简单 那么你就跳过这一个阶段 继续往下走 大家可以听到它的阅读非常缓慢 而且非常清晰 到了后期它的语速会稍微变快 同时呢,它下面会有几个课后练习 第一呢,是一个词汇 就是在这一篇课文里面的一些单词 它直接连接到了英文词典上 然后关于这个顽形填空 就是说它把整篇课文放在上面 然后抠出来几个单词 你需要凭照你的记忆 把这些单词填进去 第三个呢,是让你把句子重新排列 第四个是清写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觉得你如果把这四个课后练习都做了 这篇课文绝对是能够掌握的 它所有的文章都是按照这样的步骤来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跟着音频一起阅读 阅读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最主要的 第二个网站呢,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出版社 是一个女士创立的 我当时学英语学得很枯燥,很无聊的时候 我的ESL是给我推荐了 这上面的一部小说 然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读它这上面的小说 我最喜欢它里面的就是这个系列 就是Wood Race 我把这里面的小说全部都读完了 除了这一个老鼠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老鼠 我很喜欢的是这部小说 还有这部小说 你能够被小说情节感动的同时 你还能够了解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一些习俗 不过故事的背景一般都是在加拿大 它这个网站是一个宝丧的网站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书 还有一些是关于名人传记呀 或者是女性成功故事啊 这个是我读的这21本小说 我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了 我全部是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一丝一举的去读 当我读小说的时候 我同时使用了XDDBT 就是我遇到了语法问题 我可以直接去问他 如果大家是在美国 或者是在加拿大 我建议你们购买正版书籍 如果要是大家没有这个基础 大家可以去淘宝上去看一看 用英文名词来搜索一下这本小说 第三个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柏林顿 它除了网页版 它还有手机客户端 这个呢 应该是收费的 但是我不知道 它对于个人用户 是收多少钱的费 如果你在北美 那我建议你真的使用这一款软件 我呢是找到了一个公益组织 有公益基金使用的这套课程作为教学的软件 这个课程呢 除了学生有一个版本以外 老师有一个版本 它的主页面呢 是有六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我们上课的时间都会在里面显示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这一周的课程 课程表 如果到了上课时间 我只要点一下 我就可以参加老师的送母会议了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主要的课程 第三个呢 它是一些很特殊的一些英语单词 就是你想学什么职业 那么你就可以学习相应的单词 可以看到这有很多种职业 第四个呢 它是一个测试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学的还特别少 还需要一定的练习 我才敢开始这个测试 第五个是我们的指导 就是说使用说明 可以点开看一看 怎么使用这个软件 在这个屏幕的右上角 有一个像地球一样的样子 这个呢 当你报名的时候 它就会问你的母语是什么 我平常的时候是不点的 偶尔我为了验证我的理解 是不是正确的 我需要点它一下 最后一个模块 它是关于阅读这里面 有很多种书啊 很多本书 它分了三个级别 雏级 中级和高级 我把雏级和中级都看了 高级它还没有看 我随便点开一本书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书非常好做的 因为你可以做各种标记呀 你还可以听呀 Every night King Shariar Listen to Shahir Lazad's story 可以选播放速度快和慢的 最主要的是 你可以对应你的级别 来选适合你的书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课程上面 也是我重点想说的 就是点开这以后 它呢其实是分成了 第一个呢 就是也是关于这个课程的一些 解释啊 说明啊 这个可以有胡适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上的主要的六本书 初级的三本 中级的两本 高级的一本 我觉得这套书的非常的实用 第一个是课本 第二个是单词练习 第三个是你写的各种小缩文的一个集合 就是你写了小缩文 点了保存 那么你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 你看这里面 它是分成了十大章 然后每一大章里面呢 有八小章 或者是九小章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一小章节里面 有听 说 还有语法 阅读 语法 它会给你找一段视频 让你来看 让你来回答问题 然后还有阅读 还有生活技能 还有写作技能 我们先点开一个看一看 这里面呢 又细分成了九个小章节 每一个章节 会对你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然后你看这个 它会 首先会告诉你这个课程 是做什么的 这一节课 你要学会什么 哎 大家看 我这显示的是中文 因为我刚才点了它 母语了 我把它变回来 你看 第三四五 是新的单词 我这里面也有错的题哦 做完以后 你觉得你掌握的不够好 你可以点下面这个重设 这个章节 你可以重新再做一遍 这个是考验听力的 根据它的这一段音频 来回答问题 八个章节是让你来说的 后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练习 大家可以看 你可以选择一个角色 你来扮演 然后同时 你录下你说的话 我是觉得 如果你要把这一套书掌握了 你在美国的生活 你就会变得很简单 因为它这套书是从 听说读写 这四个方面 一点一滴的 帮助你积累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 它第一个大章节 是个人信息 第二个是教育 第三个是找工作 第四个是关于金钱 第五个是健康 对应着这个大章节的名词 都有对应的内容 如果工作这边 它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面谈的时候 对方会问你什么问题 和同时怎么沟通 诸如此类 除了这六本书以外 重点的是这个职业 我们现在先看 语法 这个我是建议 如果觉得是基础 不后好的同学 或者是零基础的 一定要把这些语法题 缩一缩 它也是一开始 先告诉你一个概念 它会给你列出 各个方面的题 让你来缩 这三本书 这三本书也是我想推荐的 因为它是完全是在讲职业的 点开看啊 点开看 这个是我做了的 第一个章节 关于我的兴趣 它是分为了四个视频 让你来 根据视频告诉你 你的职业之路上面 它会有一个职业辅导员 来一直在和你进行面谈 它会问你一些问题 让你更清楚的了解你自己 让你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工作 哪一种工作对你最好 这是关于你的背景 就是背景是指的 你从前的工作经历啊 你的教育经历啊 在美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做志愿者工作 也可以列为你的职业经历之一 第三个就是说 它看你的性格呀 看你的一些社交技能啊 适合做哪方面的工作 第四个呢 它是在让你在很多项里面 选出来对你最重要的 比如说公司的高低 对你最重要 还是说一份稳定的工作 还是一份晋升的机会 灵活的工作时间 这些你要选好了 你就知道 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你 我觉得这上面是一些 最简单的介绍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一章 这一章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这一个章里面呢 它把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 大致分成了16类 每个类别里又有很多种工作 比如说第一个 比如说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说农业 食物与私人私园 它呢 就是说有这几种工作 有农业工人 给大家点开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工作呢 它就会告诉你 你做这份工作 它平常都是在做什么 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音频 然后下面会写一个 这份工作有什么要求 有的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证书 有的需要有大学的学位 我们现在看这个是没有要求 那么我们点开这个 职业的小T字 看到了吗 就是这份工作 你可以成长为工人的主管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我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这份工作 在屏的右上端 这有一个像词典一样的东西 你点开 它会有翻译 叫警驾操色员 不过有的时候 我觉得它中文翻译不是特别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份工作也没有要求 但是呢 如果你做这份工作 你以后可以继续升到这份工作 所以我觉得 这个APP呢 如果你把它学通 学会 学懂 那你在美国的生活 不管是找房子也好 找工作也好 和人打交道也好 去超市购物也好 看医生也好 所有的 你都能够有一定的日常沟通的能力 当然如果特别专业的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很多地方像这些医院啊 警察局啊 政府机构啊 它都会有翻译的 这个翻译也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这些如果你学会了 那么你其实日常沟通已经够了 我今天可能录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感觉今天比较累 这个视频我已经重新录了 这是第三遍了 我希望这一次能通过 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拜拜 拜拜 拜拜